好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本期大耳帅观众来观战一把胜率高达91%的小丑机械先知慈善家加前锋 慈善家这个角色打小丑嘛 我是很想看的 因为我觉得慈善家你在平地造小丑应该造不动吧 而且当时他这个位置不太好 这边的话直接把他这个灯给踩了 应该是再补一个推进器 然后一拨剧 看这边先知鸟怎么给 诶 这边选择不跟着慈善家玩了 为什么 打了一刀慈善家手里有闪现 不跟他玩了 来这边鬼屋找先知 还骗出了先知的鸟 他不会再回头去找慈善家吧 这打法 让我有点懵啊 但这个车是开的真的好顺溜啊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来来回回 慈善家有这么强吗 在我浅薄的认知当中 我感觉慈善家这边 应该玩不过这个小丑吧 即便他有飞轮 他可能是考虑到这慈善家可能带了一个飞轮 然后带有一个先知的鸟 是有机会能够牵制起来 但从结果上来看 小丑这一波过来对吧 骗掉了先知的鸟 然后这边又抓了机械师 将人压到遗产街 娃娃这边打掉 节奏美如画 但这个节奏 我相信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来举个手 大家看 就当时你打一刀慈善家以后 你会回头去鬼屋打的 举个手我看看 我看看有没有人前方这边拉球了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 我想不到 我觉得我是站在小丑那边 打了一刀慈善家 一定抓他 把先知鸟骗一骗 飞轮骗一骗 闪现一刀抬走了 这边的话娃娃扛了一刀 前锋这边不走吗 我觉得前锋其实得走啊 前锋不走其实有一定风险的 这边的话风一刀 一刀好的 当这边装推进器 前锋你要撞就得现在撞 要不然这推进器上了 这前锋就得倒了 要不前锋撞旧一波 再撞旧一波其实也亏的 这前锋就得倒了 我先把你骗下来 对吧 然后我一个推进器必带走 看到了先知 这里的话 又有推进器在 打一刀 这个人是一定救不下来的 因为这波是一波无限局 这样的话 机械师被挂飞 然后三个人 这边两个人在这边被架着 其实机子也很难修 就挂飞的同时 这边倒一个 这个先知鸟可以不用管 直接一波推进器 拉这个前锋 突然间求稳了 也行吗 那前锋这边撞旧啊 那怎么办呢 待会看一下 三家与这边 小丑的一个正面对决了 参加这边翻个道具 也没什么办法 这三家现在其实蛮尴尬的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很无奈呀 我本来对吧 吃了一刀 然后呢 可能可以溜起来 但是没想到这小丑这么精明 对吧 去找先知找机械师了 哎 漂亮 骗了一波 先打前锋 前锋交自己的 然后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这边很细腻的什么呢 先打前锋 闪现交的打前锋 因为前锋交自己的 然后这边推进器赶过去 这个先知一定走不了 这样的话就一个很舒服的双导 他如果第一时间直接拉锯 你拉任何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都不在你闪现身位里面 其实你是击倒不了 或者说你要击倒的话 你还得再花一波时间 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快的一个 那个双导的一个节奏点 好了 现在要开始对决了 咱家这边也已经准备就绪了 就来看一下 为什么不抓子安家 子安家真有这么厉害吗 小手抓子安家 确实咱家有操作的空间 他如果带飞轮什么的 但毕竟有闪现 我还是耿耿于怀 因为我做不出这么优秀的抉择 我就很嫉妒他 这边的话还扫一波 把地上的配件都剪一剪 来 进度给他参加 下一个剧 应该是三件套 两件套 我们期待一次吧 小手拉锯 小手就是要来看吧 这波剧压着 打得这么稳吗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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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来了 两边的一个正面对决 先把你骗下来 哎 好的 这边的话顶了个金身 哦 他顶了个金身 待会要金身拉锯 直接带走你慈安家 这样的话你的那个灯就没有用了 为什么 金身 叮 还有骗飞轮 好戏啊 推进去收尾 叮 好 那这把的话应该就是一个稳稳的四转了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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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的毛病啊 非常优秀的一把小手 哦 这个是一把小手 那个宾是什么 这把小手 那里也是